其實剛才有意義的歷史說 這件事情在江議市有很多社區 也都有真有文化的內涵 新聞繼續來看就是江議市的文化局 特別來基盤在社區尋到文化治理華東 結合到北的社區單位和民間團體 安排四條社區體驗的路線 希望可以推動社區文化路由和尋到體驗 讓大家可以了解到江議在地的歷史人文和生態治病 在華東要在地的十位設立氣泡 也要請到民眾社區尋到文化紀錄 這個地方是我們江議市侏羅山發展最早的地方 就是這個東市場的地方發展出來的 接著下來我們到看城隍廟 城隍廟是一個江議市的官廟 這個是江議市人的信仰中心 國社文化協會 南亞協會 北欧協會 東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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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賞遊社區珍寶活動 11月6號起跑 我們都知道 嘉議市古城文化有300年以上 林業文化 鐵道文化 農村文化 還有美術工藝呢 都是嘉義市的特色 那我們今年的特別規劃 我們去年 去年 郭翔和林業文化 發言社區頂部 提案餐廳風景 以上我們的設計作品就是 今年的一個假踏設事作品 甘心社區 營養其他作品 就是其他的 發言有兩種的嘉義市 為了結合嘉義市 可能優先社區發展 10月6號 探索古城區 推薦他們發作 以及祖孫三代等等 並邀請 第二名作家 劉柯鄉 都跟嘉義公園 董梨華東 只要年末 65歲以上的高齡者 免受保命費 幾歲難得 世新新聞創民黨 嘉義市 蔡翁報道